政治焦点栏关心 距离总统大选剩下三个多月时间了 不过再野势力仍然没有整合 蓝白和心如胶着 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 今天晚间在万华庙口开讲的时候 他说民众党可以跟大家合 但是要有公平对待 而国民党从来没提出比赛的规则 柯文哲还把炮口对准了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的医护政策 他说赖清德开错处方间了 想要解决护理人员流失严重的问题呢 只有增加护理人员的薪水 没有其他方式 将炮口对着蔡政府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在台北市万华庙口开讲 10月将开始推国政政策 柯文哲先透露 要终结有权无责独裁总统制 台湾应采用内阁制 你看看蔡英文多爽你知道 他可以700多天不用开记者会 不像我每天都要被督麦 所以两年都不用面对记者 所以说这么棒的工作 我都觉得奇怪 短牛肉也不忘酸对手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抛出的医护政策 其中增加医护细索 招生名额要解决人员流失 严重问题同样是医师出身的柯文哲不能认同 赖清德你的药方开错了 他离开医疗现场太久了 这条的答案增加护理人员的薪水 没有其他办法 那蓝白河的问题又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民众党说要比民调 胜出的为总统候选人 落败一方推荐副手 但侯友宜提出应该先要有蓝白河的SOP 总要有个比赛规则嘛 你国民党不可以说 我没有比赛规则 但是我要合 那奇怪 让我这一回事了吧 民众党可以跟每个人合作 民众党只希望说有一个公平的对待 这样就好了 在野势力 人为整合蓝白河继续陷入胶着 记者下面卢博冲台北报导 小雪台风已经远离 但是来雨受到了17 小雪台风